周也这算是低头认错了吗 前几天她参加抖音电影企业的活动 因为面对CCT66记者的镜头黑脸 甚至将头撇到一边 被认为耍大牌 要知道这可是央视六套啊 被穿尾电影圈体制类的六公主 毒蛇吐槽所有难片难演技 放映的影片也常常仅跟时事 亦有所指 而这次周也黑脸 六公主也毫不留情 在中国电影报道的官方账号上晒了出来 下时间社会小花耍大牌的新闻 也是登上了各大网站的热搜 热度不断拍升下 周也团队的后续处理更是活上交友 最开始团队辩驳周也美女镜头 是因为当时没有拍摄标志 不知道拍摄的人是谁 还以为是待拍呢 所以黑脸 但紧接着央视六公主就发布了一段 二十多秒的视频 向大众展示自家的专业度 表明记者身上都穿着统一的工作服 拍摄设备后都有电影频道的标识 这脸大的 网友都不忍心看了 眼见犯车节奏如山倒 六月十五日周也在参加活动 全程笑脸 还和六公主的人 碰全和好 算是给这次风波 画下了句号 那么大家觉得这次公关处理的如何 差不多 也许多年 如果您能给予那段Daily 如果您能够记得 烈镜淇 我们的脸 我们下期看 我们下期见